第1套衝鋒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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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guys 我必須要說上次拿到第一套衝鋒套件的時候 我覺得對這個東西開始產生了一點興趣 今天我也買了一套 由Archwick他們製作的 這一組衝鋒套件 這一組套件呢它有什麼特別之處 我們等一下就來一一詳細跟大家介紹 這一組套件可以先跟大家提到 它是有拿到真槍場的授權 我們就趕快的 先來開箱給各位看吧 好那我們現在要來 開箱這一個Archwick他們 所製作的 B&T USW Glock 17的 衝鋒套件可以看到這個 盒子上面就是Archwick 的Logo在上面那我們就先來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吧 這東西特別的地方就是打開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有B&T的 授權小卡 那B&T這家公司也是專門在製作 跟槍械有關的套件 那 首先 音樂延言的是他們的說明書 那我們先放旁邊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組套件吧 還滿漂亮的 全部是CNC鋁合金製作的 然後它是物軸的CNC 然後這是金屬加纖維槍托 材質耐用度上應該是滿夠的 那之前我會知道這個套件是因為 我有看過人稱暴龍哥 T-Rex 他有使用過這個B&T的套件 那我也覺得看起來還不錯 而且收起來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當手槍使用 那如果你對這個東西有興趣的話 這個是由台灣的一個YouTuber Aaron他們CTM公司所帶領的 歡迎有興趣的可以到他們的官網看一下 那這一組套件大概8千多台幣 應該是我目前買過最貴的衝鋒套件 然後這裡面就沒有其他的東西 再來就是這個零件包 那這個零件包就是它要換衝鋒套件 上面所用到的工具以及零件 好那我們就來安裝這組套件吧 那首先要安裝這組套件 照說明書上面來講 你要先把滑套卸下來 然後我們把下身的部分 它前面這邊有一個螺絲 你要先把它拴鬆一點 然後特別注意 它這邊是有一個軌道 那它是對應你槍下面的這個皮軌 這樣就卡進去了 這樣就卡進去了 那這邊目前就固定住了 這個步驟做完以後 可以直接看到滑套的部分 滑套它的手法是 你要把原廠的Iron side拆掉 拆掉以後換上它裡面附的 要把你的Iron side換成這一組 好那我們現在要把這個滑套裝上去 然後這邊要特別注意 你裝上去的時候 還不能完全卡上去 你要先對到這個孔位 讓它固定槍機拉餅的這個地方露出來 那基本上它裝上去的樣子 打開一下 你現在看到了 那其實這樣 你還是可以當一般的手槍再使用 那另外 除了它這邊可以鎖一般的RM以外 我這邊還有另外買了這個複刻的鳥具 它剛好是可以搭配在這個上面使用 那我們現在呢 先把它 鬆一點 把它卡上去 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這就是它看起來的樣子 這樣配起來老實講我覺得蠻帥的 然後剛剛這邊有一個片段沒有提到 你要固定槍機拉餅 你必須在另外一側把螺絲也鎖上去 在你沒有放進槍機拉餅的那一側 它就可以完全把槍機拉餅固定在另外一邊 而不會脫落出來 這個螺絲也必須要鎖上去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尾翼的拋殼溝 就是各家廠商做Glock的拱擦 這個是我自己做的鋼滑套 但我的拋殼溝 是用緊心的 你就可以看到緊心的拋殼溝 比較薄 所以它裝上去應該就比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這個其實可以靠一些簡單的打磨 就可以排除掉這樣的狀況 各家廠商本來就會有拱擦 我覺得這還蠻正常的 OK 那我們就到拔場來 測試一下吧 大概就是這個槍托在我們這個場地使用的一些樣子 那我們剛才稍微的展示一下給大家看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重逢套件 那詳細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就到拔場來 依依的測試給大家看吧 好那我們現在回到拔場來 我們就要來跟大家介紹這一組的衝鋒套件 那在介紹這一組的衝鋒套件之前呢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裝上這個CTM的快拔槍套 它其實還蠻方便的 這樣拿起來 就起來了 抓回去呢 靠上 扣著 那就已經抓回去 整體來說我覺得還不錯 蠻方便的 你不用擔心會卡到槍燈 或者是你的紅點瞄具 好 我們就不多說 直接來開始吧 直接打給大家看 我們先用手槍的形式 等一下打一打 我會切換到衝鋒槍的模式 我們就先打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現在要切換到衝鋒槍的形式 怎麼切換呢 你的食指往前推 推一下 它就出來了 出來以後 靠著 它就變衝鋒槍了 那我們就用這樣的形式打給大家看 那整體來講我覺得這個東西 還蠻方便的一點是 它既是手槍 也可以當成你的主武器 脫拿起來的時候就變衝鋒槍來使用 它也不會到很笨重 我這樣掛在上面 並不覺得它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負擔 輕便 而且可以快速切換 推一下 就可以直接變衝鋒槍 這個也蠻好的 再讓它是用鋒槍 我想一開始 會不會到太陽 長者 我會不會到太陽 看你的手槍 這隻手槍 在太陽 封鎖 不然 嘻嘻 要把它封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可能大家也會擔心說 你這樣拿的時候 比起一般的手槍會不會很重 老實講 我覺得不會 因為它的本身重量 其實還蠻輕的 雖然它是金屬 可是它是鋁合金 它上面的套件其實都有切削 所以整體來說不會到非常非常的重 只會比原本的再重一點點而已 那這個東西我之後下場的時候也會帶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使用的一些心得 跟有沒有什麼地方要注意的 那接著我們就回槍櫃那邊 我們再來跟大家聊聊這個衝鋒套件吧 好 那我們從靶場這邊回來了以後 我們再來跟大家聊聊 這一組由Archway製造 CPM代理 那這一組衝鋒套件 我覺得有別於以往 我收過的其他衝鋒套件 它比較特別的是它是全金屬的 那全金屬的情況下 相對來說耐用度也會比之前的塑膠有所提升 那這一組有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有拿到真槍場變T的授權 所以在有授權的情況下 相對來說這個東西的單價也會比較高一點點 大概落在台幣8800左右 那它這個瞄具在CTM的官網上面 你也可以買得到 那它有附一組的 或者是你直接單買這個衝鋒套件 那這個衝鋒套件它又有在細分 你是Glock 17的版本 還是Glock 18的版本 但如果你是買Glock 18的版本 它的這邊的車銷孔不太一樣 因為為了配合射旋鈕的部分 然後先前我有跟大家講到 拋殼勾的問題 如果你是唯一的話 你有兩種解決方式 第一種 如果你還想保有拋殼勾的外型 你可以用沙紙或挫刀把它打磨 它其實就打磨稍微再薄一點點就可以用 那另外一個解決方式是 你如果裝上去你覺得沒有拋殼勾沒差 你可以直接把拋殼勾拿掉 就完全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簡單來講 這個應該是我買過最貴的一組衝鋒套件 我個人是覺得我買了沒有後悔 因為它這樣壓一下 抬出來 你可以馬上變成雙方向來使用 即便你掛在你的槍套上面 它也不會顯得很笨重 這個我之後一定會帶它下場 那之後下場影片 我再來實測給大家看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的話 本節目就先離開 我們下次見 快溫 我們下次見 眼 знаем 認真 請 revers